董,不要起床了,可以吃飯了 是不是叫吃飯都要三催四請啊 喏,你再不起床我以後就不包雲吞了 雲吞?有雲吞嗎? 如果有人問我,Classic對我來說,它的定義是什麼? 我想也不用想 在我字典裏面,Classic一定是我媽的雲吞 認真的,薄癡癡,滑烈烈,但又不會穿的神奇雲吞皮 肉波波,菜多多,但口感不散的超紅金比例 大大粒,咸濕濕,鮮香龍湧出來的味覺真享受 從小吃到大,是媽媽用來留我在家吃飯的經典必殺技 不能輸的,走不走的 話說雖然Classic的確是old school 但old school並不一定是classic classic和old school的最大分別 就是classic的味道未必是最最最好吃的 但我總是吃也不厭 而且這個味道還要永遠留在你心裡 無論隔了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 你再吃其他人的雲吞,你都會說 媽媽,你比較好吃 好貴水家 去到這裏,你可能會問 那New school呢? 有得選,為何我不選最新款,要選classic 其他事我真的不敢說,因為我不太熟 我用回我的專業beatbox來舉例 在beatbox裡面,New school 是一個一個超樓去的 即是一期玩一下dubstep,一期玩一下trap 又或是一期玩一下速度,玩完了,玩一下特殊音 我先不說潮流,就好像過雲雨一樣 過雲開始,哇,你拿著把傘出來 啊,我完了,哈哈 所以總括,classic就是百聽不厭 在心裡永不消失 最有原意,最有感情 簡簡單單,就是味 no classic,no new school 哇,好吃啊媽 嗯 哇,好吃啊